澎湖設賭場 你們的看法是怎麼樣 基本上我是贊成 我覺得要把澎湖做賭場 第一要建設離島 要讓離島的經濟繁榮發展 唯一可行的辦法 我覺得你必須要有相當好的整個法令規範 然後配套措施 你必須把澎湖建設的像Las Vegas 或者是像澳洲的那個Gold Coast一樣 是一個很休閒的 去那邊你可以看秀可以Shopping 而且陳水扁在精選的時候也提到了離島免稅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澎湖相當具有發展成這樣一個休閒都市的潛力 那我覺得站在這個角度上來看是好的 那我覺得有一些人在那裡反對說 什麼蓋了賭場以後會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這些人很假耶 假道學 假耶 假耶 假道學 我就不相信他在美國的時候沒去過Casino 那在美國去Casino你說每個人去一定都是犯罪嗎 每個人都是壞人嗎 不是這樣 我覺得不是這樣講耶 那是一個遊樂設施 對我覺得看你的心態正不正確 看你的心態正不正確 你用很不正確的心態去看這樣的一個政策的話 你當然會很不健全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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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